为什么 因为她是一个 很在意自己孩子的母亲 严妇这几十年里 除了齐心悦有孩子 那么多妾室都无一所除 而严尚书并不是一个长情的人 她为了她的孩子付出了很多 所以也会为了不牵累孩子 做出最后的选择 严青云不保她吗 苏小璐觉得 周智推测得很有道理 但她对严青云不了解 周智所说 能对几分她也不明了 小璐 严尚书是一位识时务的人 当下保齐心悦 与她没有任何利益 只有连作罪 可齐心悦 不是和她做了几十年的夫妻 她难道就一点都不念情分吗 周智没有再说 苏小璐看向她 只觉得周智带着笑意的眼神 似乎染上哀疗 一瞬间 苏小璐心有所感 想起了周智毒发的事情 有人 连亲生骨瘦都能置于不顾 甚至只因为一句可笑的批命 就厌弃自己怀胎十月的孩子 一次次地亲自下毒 一次次地治愈死地 这世上 再也没有比生身之母 更亲切的关系了 这样的关系 都可以不顾情分 何况只是夫妻呢 小璐 这几人我还会继续审问 如果审出什么消息了 我再派人说与你知晓 好 那我先回家了 她起身走到门边 又顿住了脚步 回头 你的药要记得按时吃 如果你觉得腿疼可以多按摩 安妮可以缓解疼痛 周智看着苏小璐的背影 她缓缓垂下眼眸 看着自己的双腿 眼神很冷 哼 她轻笑一声 再抬眼 眼里只有无尽的冷漠 从最初的怀疑 冷漠 到现在的主动关心 她似乎已经成功了一半 苏小璐踩到周智府门门口 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在门口 周恒脸有急色 在对着守卫的金六说话 我家主子 岂是你想见就见 你说你认识苏姑娘 我就会相信这是真的吗 你要是再在我家主子府门前闹 绝不轻饶 三哥 周恒听到苏小璐声音 松了口气 你竟真和苏姑娘认识 抱歉 刚刚是我冒犯了 苏姑娘要回去了吗 刚才这人说是你家亲 一会儿要见你 一会儿要见我主子的 我觉得友谊对她凶了点 请苏姑娘不要介意啊 金六这时的态度 和刚才简直天差地边 小璐 家里有点事情 我特地来叫你 苏小璐点点头 他对着金六笑了笑 没事 我不介意 那我先回家了 苏姑娘 我送你吧 马车已经准备好了 苏小璐想着 马车确实比走得更快 他点头答应 三哥 我们走吧 周恒点头 苏公子可别介意 实在是你的相望 与苏姑娘屋半点相似 我这才没有认出来 没关系 我不介意 苏公子不介意就好 多谢苏公子大度 路上金六对苏小璐说 苏姑娘 你啥时候有空再来府内啊 我还想和你过几招呢 你的剑法独特 小半年不见 姑娘想必又进步了很多呀 好啊 过几天有空我就会过来 好 那我就恭候苏姑娘光临 金六显然很开心 到了地方 苏小璐就和周恒下了马车 苏姑娘 那我也回去了 苏小璐点头 金六看了看周恒 四目相对 金六眼神顿时就冷下去了 他勒着缰绳 驾着马车 转头就走 周恒垂下眼眸 不让苏小璐察觉他的异常 苏小璐他们 还以为周智没有发现他的身份 但他却骗不了自己 周智早就知道的事实 他想不明白 周智到底想做什么 但周智没想杀他 这也是事实 一开门 苏小璐就听到屋子里传来了说话声 还有点熟悉 那是闫青云的声音 闫青云 又来家里做什么 和声音